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外语的学习 因为有很多粉丝指明要看我学习外语的心得体会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三文外语的心得 这三文外语分别是英语、法语和日语 so 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how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语言语的语言语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外语的语言语 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三文外语我是什么时候学的 英文是我从小学中学开始学习 就是作为必修课一直到大学 那现在的话听说写没有什么问题 法语是我的大学本科四年的专业 所以再说不好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去死了 那日语呢是我前两年 日语呢是我这两年自己出于兴趣想要去学的 我有报了网络的课程 课程结束以后呢我自己还是在微止不停的学习 其实我是一个从小就对语言比较感兴趣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感兴的人 我觉得学习一门语言它不仅仅是一门技能 它更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个整说语言的这个国家 和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 以及能够更能够深切的理解对方的这个思维方式 和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但是说到外语的学习呢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的 因为你必须要去背单词必须要去背语法 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心得体会给你们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找到你的兴趣所在 我自己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对法国艺术 法国文学法国电影很感兴趣 而且我觉得法语读起来很浪漫很优雅很优美 所以呢大学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法语专业 选择日语呢是因为我前两年突然对日本的文化 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所以呢我就选择自学日语 所以说兴趣非常非常重要 它不仅仅是你就是敲门的钥匙 入门的这样一个钥匙它更是你继续往下学习的这个动力 第二点呢就是如何更有效的学习外语 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死基因背单词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呢也有同学有试图把一整本字典背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效率很低 因为你即使背了单词你还是不知道单词具体应该怎么用 而且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不可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面的笨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背的不是单词而是句子 书本里的课本和绘画 句子是由单词组成的 那你把句子背下来以后呢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记住这个单词是怎么用的 第三就是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的环境 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把你扔到一个外国 人生地不熟你只能说外语 是不是在短时间内你可能就能把外语学会 我老公就有这样他在中国十几年 就是靠每天这个在这个中文环境里面听说 没有去中文学校上过一节课 现在中文说的666 但是我们要在中国学外语怎么办呢 就是没有这个语境 那你就要自己给创自己创造这个语境 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说在空闲的时候 任何时候 坐地铁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在外面散步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戴上耳机 听外语课文 听外语录音 不管是什么 原版电视剧也好 甚至是歌曲也好 最好的就是听课文 你反复的循环 反复的循环 让自己熟悉 让自己沉浸在这个语境里面 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听不懂 你不需要聚精会神的去听 只是把它作为你的背景音乐 背景的声音就行了 我自己学习日语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出去跑步的时候 出去散步的时候 任何有空闲的时候 我都打开一篇日语课文 我不是只听一遍 比如说第一课我听完了 就它直接跳到下一课 我是把第一课 反复反复的循环 听上十几遍 听上二十遍 三十遍 四十遍 一开始你肯定有很多听不懂的 这没有关系 你继续往下听 等到你听了十几遍以后 你该懂的也能听懂 但是你听不懂的肯定就是 你要么你单词不认识 要么语法不熟悉 你就停下来去看原文 等你看懂了以后 再继续听 一直到你把整篇课文 全都可以听懂为止 这样听上几十遍以后呢 很多句子都会刻在你的脑子里 到了适当的时候 它就会跳出来 你一张口就能说出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每天 给自己创造这样的语言环境 不管你听什么 听新闻 听课文 甚至听音乐 都是可以的 它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资料 只要你反复去听 第四点呢 就是找机会练口语 还记得马云在西湖畔 找人练英语的这个经验吗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 其实你说错也没有关系 我自己在学日语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几次去日本旅行 只要有可能 我都跟别人讲日语 但是我犯很多很多的错 我经常说错的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人取笑你 但我自己说错了以后 这个错误就会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下一次就不会再犯了 包括我自己学法语也是一样的 我在中国 我在南京大学学了四年的法语 之后呢 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有点张口结巴 说不出来 但是呢 慢慢的等我习惯了 等我不再害羞了 等我敢把我说的 想对话说出来以后 我就说的越来越流利 所以只要你过了开口这一关 后面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 大胆的去说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外国人 能够跟你一起练习的口语呢 那你就可以在家里大声的朗读课文 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跟着录音朗读课文 也是可以的 那学习多门外语会不会有冲突呢 我的经验是 只要你不是同时学习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天才 他们可以同时学习多门外语 但是我们普通人资质有限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门一门扎扎实实的学好 学好一门再学下一门好不好 最后呢 跟大家推荐一些学习教材 其实英语我手上 已经没有什么学习的教材 如果一定要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最经典的新概念英文 这个是我中学时候学习的教材 呃 非常非常经典 里面的很多课文 我到现在还记得 呃 法语呢 因为我是 大家知道我是本科法语 所以我们学习的教材 其实并不适合就是 呃 业余的这个学生去学 如果说一定要学的话 我还是建议去报一个学习班 比如说像呃 很多大城市都有的 Allianz Conces 就是法语联盟 它有这个法语学习班 还有像一些呃 互相网校啊 这种都是有 都是有这个法语的学习班的 呃 为什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报一个班级去学习 而不是自学呢 因为我觉得法语的语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包括一些发音 还是需要把这个基础打好 所以呢 就是能够跟着一个专业的老师去系统学习 是最好的 那我手上日语的教材是比较多的 呃 我上日语的网课的时候呢 用的是这本 呃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标准日本语这本书 那这本书它好处是在于它的这个 因为日语的语法本身非常非常散乱 它还是把这个语法总结的比较不错 呃 但是我觉得它的局限处是在于它 基本上会 比较 适合那些想去日本工作的 就是在职场上用的这个日语 那现在我自己就是在有了这个 这个学习的基础上之后呢 我自己就一直在听这个 在学这个 就是大家的日本语 那这个教材呢 它的这个绘画和课本我都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的绘画对于你去日本旅行啊 就是去跟普通的日本人进行一些简单的绘画 都非常非常有用 那课本之外呢 我也给自己买了一些课外的读物 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一本日语成读美文 那这个成读美文系列呢 它不仅有日语的 它还有这个法语英语德语的都有 呃 如果说你对这个语言学习感兴趣的 你完全可以买对应的这个 这个语言的这个成读美文来看 它里面的这个课本啊都是比较短小的 而且它有这个配合的这个音频可以听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作为这个学习资料 也可以把它作为这个阅读的这个材料 其实我觉得 呃参考书啊和这个阅读的学习材料不需要买很多 但是你如果你可以把每一本就是细细的这个看透的话 其实是足够的 最后有人可能会问我就是 那我学习语言学了多久以后 我可以开口说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定之规的 就是关键是你要能够大胆的去说 在你的在错误中学习 这样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关于外语学习的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呃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会一一回答 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